近年来,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,两国领导人交往密切,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,呈现出强劲任性与活力。 李强总理上任后,首访首战选在德国,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。 中德政府磋商机制由两国总理共同主持,是中德合作的超级发动机。 此次李总理率团参加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,对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盘点、推进。 期间,李总理还将出席第十一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,并同两国经济界代表深入交流。 面对国际局势动荡,全球经济复苏乏力,人类共同挑战增多。 中方期待同德方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德关系,一道向世界发出加强对话合作。 坚持互利共赢,携手应对挑战的积极信号,为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,维护国际和平稳定,注入正能量。